为了结合建教活动推广环保观念 普里镇东坦服务处举办环保无成创意彩绘比赛 让参赛者透过环保黑板来完成彩绘 最后将作品拍照后由专业老师来评选 入选者则会增送精美的礼品 先议员黄思芳表示 透过比赛让参赛者能够增进环保观念 也是非常值得来赞许 我想透过这个活动让我们普里镇的一些小朋友 来透过这个彩绘的比赛 能增加它的环保的概念 因为这个环保是一个环保水板差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品 可以让小朋友建立一些 在建教的这个活动当中 能建立一些环保的观念 先议员叶人创肯定东坦服务处的用心 并表示传统黑板产生的粉尘 有可能会影响师生的健康 透过现场的观看 环保黑板没有粉尘的产生 未来有机会也会在线内来推广 保障师生的健康 粉笔有粉笔灰 然后会造成吸入性长久以来 不管是在学校的师长或学生 也许都会有一些对肺部有一些伤害 那用这个环保的一个黑板 它其实没有粉笔灰的产生 那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想对师长学生的健康都有所注意 然后趁这样的一个环保比赛的一个推广 然后也来推展这个一样的环保的三品 环保的黑板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那如果在我可能的范围之内 那其实我们都愿意来推向这样产品 让学校的师长和学生都健康得到保障 副一长拍拳 肯定东坦服务处 办理环保彩绘比赛的用心 让建交活动结合环保观念来推广 让活动更具意义 记者成为一普理采访报导